駐港部隊司令部前軍官張輝業被查 七種病原席捲中國 台灣官方警告說非必要不要去 中國神秘肺炎背後不同沉上 中南海內鬥激烈三中全會再度推遲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1月30日週四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11月27日 中共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深圳監管局前黨委書記 局長張輝業落馬 張輝業有中共軍方背景 而且曾在駐港部隊司令部任職 中共官方通報消息稱 張輝業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有業內人士對大陸媒體說 張輝業被查的主要原因 可能與他在深圳任職期間有關 公開資料顯示 現年63歲的張輝業 曾在中共廣州軍區空軍司令部 駐港部隊司令部工作 2000年3月任空軍航空兵第9C參謀長 2004年11月起 張輝業任廣東保監局紀委書記 秦氏元安徽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 2016年張輝業任深圳保監局局長 張輝業任職於原深圳保監局的老同事 江嶼堂、謝憲也在兩年前相繼落馬 中國爆發不明肺炎疫情 至少7種病原體同時流行 台灣官方警告民眾 目前中國大陸醫療資源緊張 呼籲民眾非必要不要前往大陸 11月26日中共疾控中心稱 近期中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在不同年齡群間流行的主要病原體不同 1至4歲人群以流感病毒、被病毒為主 5至14歲人群以流感病毒、 肺炎資源體、先病毒為主 15至59歲人群以流感病毒、被病毒、新冠病毒為主 60歲及以上人群以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 及普通冠狀病毒為主 27日 台灣衛生科力部疾病管制處發言人羅一鈞 在記者會上表示 根據中共官方公開的訊息 目前中國大陸至少有7種病原體流行 台灣當局已全面加強機場、港口戒備 並且發布醫療界通涵 提醒醫療界如果遇到相關症狀要詢問旅遊史 羅一鈞特別提醒台灣民眾 目前大陸醫療資源比較緊張 掛號難、體症慢 如果染疫可能就醫會比較困難 他呼籲免疫力較弱的老人及幼兒 近期非必要暫緩前往大陸 如果一定要前往 建議先接種流感和COVID-19疫苗 他估計隨著氣溫持續下降 中國疫情還會持續上升 台灣疾管處會持續觀察 中共當局公布的疫情趨勢 和各種病原體走向 作為新年前後的防疫參考 近期中國大範圍爆發不明肺炎 大量兒童、成年人感染住院 醫護人員亦大批感染 北京、天津、上海等地 醫療系統承受巨大壓力 很多醫院的骨科、婦產科醫生 都被調去移科、呼吸科看症 在河北三河市重感染區 消失段時間的大白 即防疫人員重出江湖 當地應急救援中心 組織新着防護衣物的工作人員 進入校園進行消殺 由於病人太多 北大府移醫院啟動了方艙 作為臨時輸液室 在此前 很多病人輸液只能坐在走廊樓梯上 中國疫情再度大爆發 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早在10月底 日本政府已經要求中共政府提供疫情資訊 日本口生勞動大臣武健衛三 在10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我們已經向中共政權傳達 希望他們透過外交管道提供資訊 我們將繼續與傳染病危機管理機構合作 收集資訊並做出反應 11月中旬 日本政府確認要求中國等6個亞洲國家的公民 必須持有菲結核檢測陰性證明 才能獲得3個月以上的簽證 這個要求預計終於明年實施 11月27日 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 刊文說 科學家預料到在中國放開疫情管控之後 會見到呼吸道疾病案例激增 但背後卻至少存在3個方面的不同沉上 中國正在努力應對兒童呼吸道疾病 包括肺炎激增的問題 這是自2020年大流行開始以來 中國首次沒有對COVID-19進行限制措施 第一個不同是中國出現高的肺炎得病率 流行病學家預計 今年冬天中國的感染人數將會激增 但出現這麼高的肺炎患病率是不同沉上的 相比之下 在其他國家放鬆對COVID-19限制的時候 導致呼吸道疾病人數激增的是 流感和呼吸道合包病毒 世衛組織上星期表示 中國住院人數激增的原因是常見的冬季感染 而不是任何新的病原體 世衛在12月23日的一份聲明中稱 中共衛生當局將10月份以來住院人數的增加 歸因於已知的病原體 例如腺病毒、流感病毒、SARS-CoV-2 及呼吸道合包病毒 合包病毒往往只會引起輕微的感冒症狀 第二個不同是肺炎資源體通常很容易治癒 但這次就對中國造成打擊 自5月份以來 包括北京等中國北方城市的兒童 住院人數有所增加 官方稱主要原因是肺炎資源體 細菌感染肺部引起的 但肺炎資源體通常相對較輕 不需要餓床休息或住院 但今年這種肺炎對兒童打擊很大 香港大學流行病學家高本欣表示 今年這種情況發生得有點早 可能是因為中國三年COVID疫情措施 導致人口對呼吸道感染的易感性增加 倫敦學院計算生物學家巴勒克斯 在給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的一份聲明裡提到免疫債的說法 意思是過去為了減緩COVID-19傳播而實施的全國範圍內封鎖和其他措施 阻止了季節性病原體的傳播 從而減少了公眾對這些微生物建立免疫力的機會 他說由於中國經歷了比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長得多 嚴厲得多的封鎖期 因此預計中國會出現更大規模的擺脫封鎖浪潮 第三個不同是引發感染的原因 一些國家在COVID疫情之後的冬季高峰期間 主要應對的是病毒感染疾病 但在中國官方給出的理由卻是細菌感染疾病 高本欣說這是令人驚訝的 因為細菌感染通常是機會性的 並且發生在病毒感染之後 細菌引起的肺炎通常使用大環內子類抗生素來治療 但研究表明北京地區肺炎資源體 對大環內子類藥物的耐藥率是70%至90% 高本欣認為這種耐藥性可能是導致今年肺炎資源體 住院率較高的原因 因為它會阻礙治療並減緩細菌性肺炎感染的恢復程度 中共政治局11月27日開會時 仍未提及三中全會何時召開引發傳測 專家分析三中全會一拖再拖 主要原因是中共當局陷於兩大困境 一是經濟問題找不到解約 二是重要人事問題還未能確定 根據中共黨媒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27日開會時 審議關於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 大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 及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事工作條例 但沒有提到有關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間 不過報導中提到會議還研究其他事項 是否涉及三中全會相關事宜 目前不得而知 以往在中共高層會議涉及研究其他事項的時候 多數是與人事調整有關 依照中共文革後的慣例 中共每屆三中全會 通常都是每屆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第二年 9月至12月舉行 而且大多聚焦經濟和有關政策走向等問題 如果按照這個推斷 中共今屆三中全會 應該在今年9月至12月間舉行 而且在開會前 一般會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前公布日期 但在中共黨媒11月27日報導的政治局會議裡 對三中全會日程隻字未提 因此外界預計 除非10月下旬臨時加開政治局會議討論 否則三中全會的時間 極有可能推遲到明年 中共問題專家 時事評論員橫河認為 三中全會遲遲未開 當中肯定出了一些事 橫河28日在橫河觀點節目裡分析 一方面可能是中共對未來經濟發展方向未有定論 三中全會基本上是制定本屆中共政策的走向 偏偏現在正好處在一個大的轉折點上 如果有鬥爭的話 會在經濟政策方面體現出來 另一方面 這個基本上體現出現任中共黨夫的時代 結束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 也就是經濟發展不再是重點 三中全會制定經濟政策的規矩也已打破 獨立評論人士蔡勝坤28日在X平台債民分析 三中全會很可能拖到明年 一是經濟問題找不到解約 二是重要人士還未能確定 她表示雖然潘公勝接替了二綱央行行長職位 佛南海接替了劉坤財政部長職位 但兩國務委員即秦剛李尚福 想任不到半年就被迫下台 說明當局用人識人都不行 而三中全會按慣例是定調經濟發展方向 憎補國務委員也不能再拖下去 在未敲定最終人選的時候 三中全會很可能延至明年召開 中紀委前監察部官員時評人士黃友群 日前在大紀元贊民分析 三中全會延遲還有兩個原因 一是中共黨魁在中共二十大上實現三年任後 陷入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機 現在反習勢力和中共黨魁的較量 仍然在激烈進行中 而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 亦通過深法改革的決定 提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但中共黨魁事實上反其道而行之 故此目前中共內部干預改革開放的路線之爭 仍然在持續中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裏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再見